台湾之光 北极马拉松 陈彦博夺季军 单枪匹马挑战 北极马拉松的 台湾超马小子陈彦博 昨天以5小时29分47秒 抵达终点 在十国26位选手中 排名第三 成为第一位完成 北极马拉松的台湾选手 也达成预设目标 因为2002举办到现在 这是第九年 第一次有台湾的参赛 我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拿到冠军 给自己的比较是前三名 这场严苛的禁忌 前天因为暴风雪 延后6小时开赛 牵架生死状的选手们 在位于北极浮冰岛 巴尼欧的比赛地点 忍着零下20度C的超低温 顶着时速高达45公里的 赤骨寒风 绕着浮冰岛跑10圈 完成全长42.195公里的 马拉松竞赛 23岁的陈彦博 去年拿下喜马拉雅山 超马赛第四名的夹击 今年2月也特别到日本北海道 进行雪地跑步特训 上月还连续三天 到大润发零下20度C 低温的冷冻库 练习彩飞轮备站 她4月1日出发到北极前 爸妈还是满满的不舍 昨天知道儿子拿下第三名 他们很欣慰 陈彦博在挑战北极马拉松 成功之后 接下来在今年12月时 会到南极挑战南极马拉松 朝着完成七大洲 马拉松大满贯目标前进 动新闻众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后请订阅 请不gh掉